快讯 大牙点名黑人陈建州 性骚 黑社会就受害 想起这恐惧 事件延烧 大牙周姨佩 从黑人陈建州主持的节目 我爱黑社会发击 大牙今27日 在社群平台爆料自己 也曾遭到性骚 我曾被他下令 冷冻 失去工作过 如果事件重来 我会鼓起勇气 穿着浴袍冲去 拿手机录下他的影像 甚至在房间大喊救命 大牙在脸书写下自己的遭遇 我曾被他下令冷冻 失去工作过 我真的会怕 要不是跟着这波 大家的勇敢一起 我想 我没有孤身面对的勇气 遇到这种事 我也只敢忍着回家哭 直呼若事件重来 会鼓起勇气 穿上浴袍冲去录影 甚至大喊救命 那惊悚的一夜 我安全了 但每当想起 陈先生的套路 我真的不敢想象 还会有谁 落入这恐惧中 呼吁所有人 在职场上 要懂得保护自己 无论对方是老板 主管或是同侪 面对不要脸 但手上握有权威的人 要有勇气反抗 而不是跟我一样 为了那一口饭 忍气吞声 一忍就是十几年 更提及 若当年勇敢 就不用背着 忘恩负义的臭名 离开当时的经纪公司 大牙全文是这样写的 老实说 跟许多人一样 也希望大家 可以多去关注 幼儿园下药 含虐童案 但是 也许这时候不说 这永远被困在 十一年前 那个晚上了 2012年7月18号凌晨 时间点 我就是记这么清楚 因为那天真的下风了 那时 与一位女性化妆师 一位男性发型师 我的男性经纪人 当时的老板陈先生 以及他的男性经纪人 一共六个人 搭上俗称的红眼班机 前往香港 录制当地节目 1822 一落地 就展开了 马不停蹄的各种访问 终于在太阳下山后 可以上车 前往饭店休息 就在我累得哈欠连连的时候 陈先生 从前做回头问我 这么累 是不是很久没有松一下 还配合着他 很灵活的眨单眼表情 松一下 用台语发音 同桑极乐 当下没想太多 直觉他说的是按摩 就附和着说 对啊 很累 肩膀很紧 是应该要松一下 车程一路上嘻嘻哈哈 我才搞懂 他口中的松一下 好像是别的意思 反正他个性就是爱开玩笑 经纪人也在车上 都有听到对话 没有想太多 车子很快就到饭店了 我和陈先生 他的经纪人 三个人先拖着行李 进电梯 准备回各自的房间休息 我经纪人和发型师 去和节目组开会 讨论明天录影的细节 化妆师在大厅 等我们共同的闺蜜 说好要来我房间交换面膜 顺便句句 那台电梯很小 很挤 很闷 基本上连呼吸都听得见彼此的声音 然后 陈先生用气音开口问我 你住几号房 我那么的顿了一下 然后做了个鬼脸 心想 你要知道我房间几号干嘛 他急切的又问 快点啦 你不是说 想松一下 我当下集中生智 给了他经纪人的房号 面无表情的告诉他 EXXX 屁啦 那是 你经纪人的房间号码 快点 你住几号 没想到会被试破 突然慌了 一阵内心翻腾 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的楼层抵达 电梯门打开了 陈先生眼睛直盯着 并没有想要放过我的意思 我心想 好 你这么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而且你的经纪人也在 就不信你敢干嘛 EXXX说完 就拉着行李 逃离那个充满压迫 不适的空间 进了房间 联络了化妆师和闺蜜 告诉他们 我先洗澡 大概20分钟就可以过来了 然后便开始准备梳洗 叮咚房间门铃响了 此时的我身上只剩一件内裤 边穿上饭店的浴袍边碎面 不是跟你们说 我要洗澡 然后 我傻住了 在毛眼另一头的是老板陈先生 我隔着门大喊 你干嘛啦 你先开门 快点 他用很低的声音说 我很明确的告诉他 我很累 已经要去洗澡了 快回房间休息吧 你先开门 我跟你说两句话就好 他继续低沉的说 我想可能真的有什么事吧 既然只是说两句话 就开个小缝 听他要说什么 毕竟他是我老板 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开了那扇门 他非常迅速的 把刚开一个小缝的门推开 转身进来把门关上 然后就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 为了跟他保持距离 我坐在桌子旁的电脑衣上 不时的拉紧浴袍 然后他就开始了松一下的续集玩笑话 我嘴巴上笑笑的告诉他 不就是开玩笑 干嘛啦 无聊挨你 我很累要洗澡了 快点回去 明天很早要起床录影 他老大没有要管我 伸手拉了我的椅子 有滚轮的 往他的方向去 我直觉性的马上弹开 此时 我看着在床头柜充电的手机 真的很想打电话 给任何人求救 但是身上只有一件浴袍 我害怕可能会被扯开 可能会坐实了 他一直开的烂玩笑 不敢过去拿手机 而且无论如何 明天都得跟他一起录影一整天 然后搭同一班车 同一班飞机离开 我告诉自己 现在不能跟他翻脸 黑色会时期 曾被他冷冻过 知道他有的是方法 能让我马上没有工作 我要想办法全身而退 只能盖楼梯 让他从自己起头的玩笑话 高塔下来 努力堆起笑脸告诉他 化妆师跟闺蜜说 要来找我 你在我房间被看到不好 快回去 好说歹说 他屁股 就像是粘在我床上 一样不会动 最后 我无计可施 决定去打开房间门 心想就算他不离开 至少也能保证我的安全 但是没有想到 我的移动给了他机会 他一把从背后环保 我第一时间护住胸部 死命挣扎 但就是抵不过他 人高马大的力气 怎么样 撞吧 我冷冷地告诉他 我喜欢瘦皮猴 不喜欢撞的 你不要这样 你又没事过 是过了搞不好 你会喜欢 一切都来不及反应 我就从挣扎 到随着他倒到我的床上 终于找到机会 一把推开他 拉好就快散开的浴袍 告诉他胡闹完了 快回去自己房间 我真的很累了 好 那我们快一点 真的没有想到 他会这样回 我很认真的告诉他 我是把你当哥哥 所以你开开玩笑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你已经结婚了 你的婚礼 我也有去参加 你这样真的不对 也很奇怪 没办法 你范范姐 就很不爱这种事啊 真的不敢相信 我听到了什么 那个爱妻形象的他 在荧幕上 塑造神仙眷侣的模样 我见证了他们 致死不渝的爱情 他竟然讲出这种话 我真的很想吐 而且范范姐 不爱这种事 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告诉我 你在怎么有需求 也不应该认为 自己可以对其他女人这样 为了自己安危 还是必须找个 不激怒她的理由回绝 我便以同公司为由告诉她 你在怎么有需求 也不应该对我 我是你公司的艺人 他竟然回答 可是你很正啊 我被他各种 让人瞠目结舌的回应 赌得越来越不知所措 谢田谢地 这时门外突然有声响 但并不是来找我的朋友 只是有人经过的声音 我接机说 他们搞不好 马上就到了 快点回去休息了 我拜托你 好了 既然你很累 那就算了 那你亲我嘴巴一下 我就走 眼前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 我认识他吗 他怎么会讲出 这么多奇怪的话 只能想着 还有什么方式赶走他 或拖到姐妹来 我再次认真的告诉他 我是真的把你当哥哥看待 你不就有一个亲妹妹 你会叫你妹亲你的嘴吗 是没有过 不过下次可以试试 这些惊悚的对话 不管我怎么想转向 他就是有办法 转回他想要的方向 最终 在持续拖延时间 并且不断地告诉他 朋友可能就快要来了之下 他才觉得没意思 愿意放弃了 为了跟他保持距离 我目送他离开 然后再冲上前锁门 惊吓还没完 我房门电铃又想 还是他 这回我真的不敢开门了 隔着门 我问他要干嘛 你挤一点卸妆油给我 不然我怕在电梯口 碰到其他人 这人居然连这种脱罪的细节 都规划好了 打算在我房门口 引一段我进大牙房间 只是为了借卸妆油 给任何可能被撞见的人看 细思极恐 我突然完全明白 面对这种 城府极深的性骚扰 甚至性侵犯 为什么这么多女生 不敢说了 他形象包装的手法 高声道 我忍不住怀疑 他到底有多少事情是真的 化妆师朋友和闺蜜 后来终于来了 我第一时间告诉他们两个 我刚刚发生的状况 无助地问他们 我该怎么处理 话都还没讲完 房间电话响了 接起来 是陈先生来电 杨妹你睡啦 没有啦 我想说 如果你睡不着的话 可以上来我房间 我房间比较大 还可以看DVD 旁边的闺蜜 耳朵贴着我的话筒 听傻了眼 本来还不太敢相信的他们 都听到了陈先生的邀约 离去前 他们便再三叮咛 我要锁门 门链也要拉上 隔天 按照行程工作 工作完飞回台北 陈先生表现得像昨晚的事 不曾发生过一样 这件事 我想说出来很久了 但始终没有勇气 后来也陆续听到 其他被陈先生 用类似招式拐骗的案例 他们不愿意公开 甚至根本不想回忆 不想自己的名字 跟着个人挂在一起 他用着他爱家户气的形象 时不时打着 公益与运动的善良模样世人 经营着他的公众事业 那谁会相信我 是不是默默让这件事情过去就好 几年前 和朋友聚餐 发现他带着太太 也在同一家餐厅吃饭 当下我非常想躲起来 甚至希望自己能拥有隐形的能力 没想到还是被看到了 他大大方方的带着太太 过来和我打招呼 浑身不自在到 反胃想吐 但还是如同当年一样 硬挤出笑容 发现 我不只是厌恶他 同时非常非常惧怕他 谢谢这波MeToo 愿意站出来的人们 给我勇气 我佩服你你们的不畏惧 让大家认真看待性骚扰 我才不致摔死 曾被他下令冷冻 失去工作过 真的会怕 此时若不说出来 十一年前那个晚上 永远是我不时会想起的噩梦 希望女性在职场上 要懂得保护自己 无论是老板主管或是同侪 不适当的玩笑 要懂得适可而止 面对不要脸 但手上握有权威的人 要有勇气反抗 而不是跟我一样 为了那一口饭 忍气吞声 一人就是十几年 如果当时可以勇敢一点 公布他的恶性 或许就不用背着忘恩负义的臭名 离开经纪公司 也不用每当听见或看见他的名字时 就被挤发凉 希望今天过后 想起这个人只剩厌恶 而不再恐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